尽管有多个本土社团抗议 教育部针对高中课纲 维调案 是刻意去台湾化 十二年国教课程审议会 仍然通过了维调案 未来国文与社会领域 中国字眼一律改为中国大陆 本土社团五天内第二次到教育部抗议 这一次更为激烈 一开始就想冲进教育部 阻挡十二年国教课程审议会举行 在教育部前慷慨激扬发言的同时 这群人却不知道教育部临时把开会地点 移到国教院台北院区 共同盟接获消息立即赶赴院区外抗议 教育部被包围 国教院台北院区出入口也被毒死 教育部再度派出国教署代表接受陈情 本土社团强调 台湾使刻刚修改了三成六 中国要全部改为中国大陆 这算哪门子为条 而刻刚分组会委员也说 上周六的分组会虽然没有决议 大多数委员却认为 不需要在这个时间点调整课纲 民进党执政时统派也曾为了所谓的 去中国化道部前抗议政党轮替后又变成本土社团 不满去台湾化的课纲修订 高中老师感叹 课程归课程必须独立在法令之外 不然类似的问题永远无法解决 落入意识形态之争 记者林晓慧沈志明张子佳台北报导